哈囉,大家好,我是林昌老師 今天呢,我們請到了我們另外一位國三畢業的學生 那個張啟銳 那啟銳是光榮國中畢業的 那為什麼今天請他來 當然不是因為他穿紅色衣服當紅炸子機 也不是因為他特別帥 絕對不是喔 那啟銳呢,他是我們今年國三學生 很特別,他的社會評一家家 而且呢,他只錯兩題而已 那今天請他來這個地方呢,接受我們的訪問 那我也想就是,詢問他 很多人對於社會這一科 因為他的課文的量很多 文章的量很多 那想說請他跟大家分享 他怎麼樣把社會考到一家家 考到這麼好的分數 那我想問一下啟銳 你當初在準備會考的時候 哪一科是你花 社會哪一科是你花最多時間的 公民 因為你比較沒有道德 所以你花比較多時間 那你當初公民是 為什麼花最多時間 因為公民他 要記的東西 很多很多 不像那個歷史有觀念性什麼的 公民就是 這樣就下去了,就是沒有 前面那種觀念性 所以要分開記啊,然後要記很清楚 例如是什麼觀念要記 就像五月的職權啊 什麼的啊 然後地方選舉啊 那當初你 你在準備這個 就是在記這個東西的時候 你有自己寫筆記嗎 有喔 有這些筆記 因為老師上課啊 就會統整一些筆記啊 對 然後都會抄下來 然後老師還會 上課的時候就是講到這個觀念 然後就是會舉一些時事題 然後來跟我們分析啊 看為什麼這個是這樣 所以就是用時事的部分去寄送 就是公民的部分這樣子 對喔 我了解 我了解 那 那個 那其他科 那像歷史的部分 歷史你是怎麼準備的 歷史 歷史 歷史就是 他事件啊 跟事件 一定會有觀念性 對 所以你要記住 不能單一記那個事件 什麼年代什麼的 這樣一定有機會 對 所以要一起記啊 就是 比如說 我現在想不到 比如說可能是 比如說鴉片戰爭 他可能會有一個 對 前陰跟導火線 跟結果還有影響這樣子 嗯 那你的那個部分的歷史 你會自己畫線圖嗎 還是說你會用什麼 方式去經歷的事件 就 看齁 就大致計他的時間 然後 前後發生的事件啊 這一個 對 那也都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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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 就是上 老師會把這些事件在 黑板上 他可能會做一些敘述 然後你在 老師的部分的話 就是把 黑板上的東西 抄下來 他們自己的筆記 對 然後回去就是月底 老師的筆記就對了 嗯 那地理的部分呢 聽說你地理是 班上算是很厲害的 你地理是怎麼樣 地理喔 就是 地理那個 城市名要記 就是什麼各國首都啊 之類的 那個 有些要記起來 對 對 然後 記那些城市的特徵啊 什麼 溪透水源啊 那你當初會 在 就是在準備會桃之間 你會 練習一下會默寫 或者是說 就是自己把那個地理 把它 自己把它畫出來之後 然後去標記那些東西 不會 不會 但是你就是 就是 純粹就是被 呃 程式 就 就 在背程式 就會想到世界地理 然後看大概是哪裡 然後就知道 所以世界地理你會先記 然後再把這些城市安插進去 這樣 對 哦 那 我們還是回到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那 因為社會有很多人 學生其實 他們會認為其實是蠻簡單的 那你應該也會覺得蠻簡單 可是因為 社會它的 量很大 那你可不可以給未來的 國三的學生 給他們一些 比如說 社會要怎麼念是最有效的 所以 老師上課 講的 就是 會考的 不會講到不會考的編輯圖 對 然後 你要考試的時候 你要去翻一下那個歷屆啊 這個單元考多少題 考多少題 對 不要看那些不會考的單元這樣 對對對 好 所以就是 在我們 鄭翰老師這邊的社會課 那 那個 齊瑞呢 在老師這邊也都是 很認真在上課的 那老師也都會 做好重點 所以今天跟大家就簡單分享到這個地方 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